這個建築的部分我們認為說應該也蠻具有武器保存的價值 那這個雖然文化部認為說這個有漲緩拆除這樣的一個必要 希望說新北市政府來指定這部分為歷史建築 我們覺得文化部這樣的處我們也很難接受 因為新北市政府在101年3月所做的這個 武器神醫師所做的決定是說 這一部分要等這個浦安堂跟持有工 來達成一個土地使用的同意之後再來登入公告 那浦安堂對於這個對於新北市政府的這樣的一個處問他們也提宿願 文化部也駁回浦安堂的宿願 也就是說文化部是支持新北市政府 那為什麼會在一年多之後又推翻自己的這個之前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們認為文化部此舉 當然我們這個持有工也會盡一切法律程序 來要求這個文化部要撤銷 他這個這一次希望漲緩開除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我想再問一下 我最後想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華安堂有很多藝術的雕刻品 那這些雕刻品你們會怎麼處理這些雕刻品 雕刻品的部分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如果有保存價值 我們希望華安堂自己把它搬走 他們自己保管是最好的 那如果說他們不搬走的話 其實我們也被躲第一方了 按照強制執行法規定 我們可以暫時幫他們保管 請他們這個定一個時間 請法院定一個時間 要求保安黨來領回 如果不領回的話 那當然法律的程序 可能還會被被被被被規模 請一下 來 好 這也行嗎 來 一要要封 那主委我特別跟你講 你要封了 你要請他 我已經比陸前 你注意過是把人家破壞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